我先教就是各年 各年的一个呈现 什么叫各年 例如说这里面你看到是 从民国100年到民国110年 这11年的数值全部加总在一起 也就是说假设有一位台北市的市民 他在民国110年到民国110年 这11年他的一个11年的收入的总计 约有个十万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 怎么会这么多 这因为里面包含了太多的项目了 这样知道吗 包含了支出什么 所以我必须要先把它 就是拆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其米在做另外一张图 叫做收入组类的 等于说是 我们这边叫交叉分析筛选器 所以如何做收入组类交叉分析筛选器 所以一空白地方点一下 二 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三收入组类 然后请米 请米 只沟所得收入总计 你看这个是不是 等于说11年间 3500万 这是台北市 只有这一项 这样有听懂 因为我们做大数据分析 他其实就是把那个资料拆拆拆 一直拆 然后看你要看什么资料 所以你假设看什么 支出消费支出 这11年间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怎么做 一空白地方点一下 二交叉分析筛选器 三收入组类打勾就好了 我通常会把它搬到边边去 就调整一下大小 收入组类 谢谢大家